为什么贵州经济增速领跑全国 九千亿杂出贵州奇迹不一般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我是编辑海风 天下第一穷的贵州 是如何做到经济增速领跑全国的呢 看地理观世界 大家好我是海风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崛起的西部大省贵州 贵州位于我国西南地区 连接四川重庆湖南广西云南 贵州在明朝时期设省 自古就有天下第一贫瘠之地的称号 贵州境内地势西高东低 地貌大部分为高原 山地 丘陵和盆地 其中92.5%的面积为山地和丘陵 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 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 在以往的农业社会中 这种地理条件决定了贵州人民 只能在大山里刨石 也使其成为了我国最穷的省份 虽然当时贵州十分贫穷 但在各代统治者眼中却十分重要 因为它连接着我国西南各省 是绝对的交通要道 而且当时云南矿产资源丰富 银矿铜矿等资源 正好是政府的紧要资源 而前往云南只能通过贵州 因此历代王朝就以贵阳为中心 建立了贯通整个贵州的苗江走廊 再来到近代之后 由于地形受到制约交通不便 贵州始终无法跟上国家发展的脚步 它依然是我国最困难的省份之一 也是国家重点扶贫对象 不过在近十年 贵州却好像插上了翅膀 经济发展一日千里 取得了许多让人瞩目的成就 2020年在全国遭遇疫情影响 全国增速只有2.3%的情况下 贵州经济增长达到4.5% 高于全国2.2个百分点 走在全国各兄弟省份的潜力 需要说的是呀 贵州已经连续39个季度 经济增速位列全国前三 这就是贵州的奇迹 你对于贵州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呢 大家可以在评论里告诉海丰 接下来呀 海丰要和大家分析一下 贵州经济奇迹背后的力量 首先要说的是 贵州的奉献有了回报 在改革开放初期 全国集中力量发展东部沿海 也使得沿海省份的经济高速发展 根据先富带后富 实现共同富裕的准则 如今已经到了集中力量 帮助中西部崛起的时候 于是从政府的国发2号文件开始 贵州也拉开了轰轰烈烈的基建大运动 贵州近代的交通地位 在继承了连接四川 重庆 湖南 广西 云南 五省之外 还要承担起通东南亚的缅甸 越南 老郭等国家的重任 而且之后人们在贵州发现了丰富的矿葬 使得贵州有了西部美海的称号 水银储量更是全国第一 再加上国家西电东宋项目的确立 这些都迫切地需要贵州建设强大的交通网 在国家的支持下 贵州在过去10年实现了交通道路的巨变 2015年实现线线通高速 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5128公里 成为西部第一个全国第九个实现线线通高速的省份 2016年底 乌江富航 2017年实现村村通硬化路 通客运 除此之外 为了将贵州的天欠变通图 人们在贵州建设了世界高度第一的北盘江特大桥 排名第四位的鸭池河大桥 世界第六位的清水河大桥 他们在贵州建设了2.1万座桥梁 将贵州打造成了一片高速平原 在交通之外 贵州还大力发展旅游业 从2016年到2018年 贵州旅游人数增速全国第一 2018年全省接待游客9.69亿人次 实现旅游总收入9471.03亿元 占全省GDP比重11.3%左右 贵州全省A级旅游景区达359家 5A级旅游景区6家 4A级旅游景区111家 省级旅游度假区33个 其中贵阳市花溪区青岩古镇景区 安顺市黄果树旅游景区 龙宫旅游景区等等 再加上奇特的喀斯特地貌和千奇百怪的溶洞 都是贵州旅游最为吸引人的特色 除了大规模基建和发展旅游 贵州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也开始发力 拿下了大数据中心省份的称号 腾讯华为以及阿里等国内科技巨头企业 将大数据中心设在贵州 这绝对是一块金字招牌 未来会吸引更多的高科技企业 很多同学不明白 为何这些大企业会将如此重要的数据中心选在贵州 其实这就是贵州自身的地理优势了 贵州身处贵州高原 高海拔低气温低电价 还是非地震带 这都是贵州的优势 高海拔的特点是气温较低 风较大 而数据中心最重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散热 贵州也因此具有了先天优势 而且贵州的电力资源丰富 本省完全用不完 因此电价低廉也成为其竞争力的核心 此外 贵州还有优质的空气 这一点也极为重要 因为空气质量差的话会影响风扇散热 灰尘也会对机器有腐蚀作用 当年百度在山西建过机房 就是因为空气质量有点差 两三年之后 机器就损坏严重 在这些条件的综合之下 贵州就成为了各大巨头们的第一选择 不过说起贵州 人们印象最深的或许还是茅台酒 因为这已经成为了贵州的第一名片 如今的贵州茅台 已经成为我国除科技企业外最有价值的公司 不仅在同行中唯我独尊 甚至超过了长期占据全球最大饮料制造商 市值桂冠的可口可乐 也算是为国除科技企业外最有价值的公司